1958年7月26日,在人群的簇拥下,第一架下陷的尖叫一,等待着首次飞行的检验,担任是飞人的,是毕业于空军航校,后来曾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于阵武, 伴随着指挥台升起的绿色信号弹,尖叫一加速前进,轻盈飞上了蓝天,先前紧张的心情随着飞机成功起飞,瞬间转换成了兴奋与激动,喷气机的轰鸣声和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汇聚到了一起,声浪此起彼伏,经久不息,中国人的航天梦也即刻启航,这只代表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团队,平均年龄只有22岁, 尖叫一叫链机,是我国沈阳飞机制造厂研制的亚音速喷气是终极叫链机,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,也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种飞机,在新中国航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那么,新中国的航空工业,是如何? 从一穷二百走向腾飞,这群年轻人是如何实现这个航空梦的?第一架自主研发设计飞机的背后,究竟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? 光辉历史的背后,往往是一群默默奉献的人,在努力奋斗,只为了那个专属于中国的航空梦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,就面临朝鲜战争的严峻局面,由于战争需要,1951年4月,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,遵循先纺制,后研制的思路。 中国航空工业在引进苏联多型飞机后,开展纺制工作。 徐顺寿,浙江省无星线金湖州市无星区人,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,航空工业技术专家,他是中国飞机设计研制的开拓者,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在徐顺寿的指挥下下,1954年7月,南昌厂仿制成功手下雅克十八角链机,命名为初教武。 1954年7月3日下午5时15分,初教检无首飞成功,泽东为此亲自签署了加冕信,为了使中国航空工业能够从方至过渡到自行设计,培养我国自己的飞机设计队伍。 1956年8月2日,京航空工业局批准,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专门机构,沈阳飞机设计师成立,徐顺寿任主任设计师,飞机设计师的基础团队除了来自沈阳飞机厂的30多名设计员外,还有来自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和沈阳航空工业学校的70多名大学毕业生。 这支代表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团队,平均年龄只有22岁。 1956年7月,沈阳飞机制造厂,刚刚仿制成功苏联的米格17喷气尖击机,设计人员对米格型飞机非常熟悉。 因此,不少人建议就参考米格17的相关标准进行设计,但是徐顺寿指出,米格型飞机存在很多缺陷,在自主设计的时候,一定不能违米格论。 毛主席时刻关注着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架飞机的情况,1958年春节刚过,便亲自来到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。 主席的到来,让工厂里欢声雷动,此时间较一的失职工作正处于最后的公关阶段。 毛主席与工厂的技术人员亲切交谈,询问工程进展,希望能尽早看到我们中国人,自己设计生产的喷气式飞机。 1958年7月24日,7月26日,在人群的簇拥下,第一架下线的尖叫一,等待着首次飞行的检验,担任是飞员的,是毕业于空军航校,后来曾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于阵五。 这是一个宛众瞩目的时刻,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,如此令人感到骄傲,令人感到自豪。